是有去到XX 我翻个色啊 Happy Dibabadi 确实是 假期快乐 我没有一个韩台讲而已 我有一个小姿子 我讲过年可以领红包 Dibabali他又可以领红包 真好 Double Double Sylmon Pink 黑色 再来就是我身上的灰色 NDB 27架 其实是118 Happy Dibabadi Happy already OK 跟着助理的尺码下单 这一件助理是穿M size 然后我一样是穿的到S 近看它的小细节 前面扭扣呢 等一下 所有的扭扣 其实它基本上不需要做这些前面 前面所有的扭扣是可以开的 所以我们基本上上无一样 没有什么去撑它 因为毕竟它前面的扭扣是functional 基本上你不需要去开前面的扭扣 你穿的时候就是后面拉链开了 这样子套起来 前面的口袋一样是functional 然后它有这个Bellook的耳朵 是它的款式来的 它没有 它是没有搭送腰带的 后面呢就有Rubber elastic的款式 整体这一件如果你腰间卡 你可以拿小不用拿大 可是还是需要检查上尾的尺寸 因为毕竟它上半身这边的扭扣是可以开啊 下白的话就属于一个flare的 有口袋吗 有 要自己挑开 对的必须自己挑开啊 这些不是虾吃啊 因为很多时候厂家这样子的啊 有些叫你去买大拍啊 你这样可以让他们会这样子做啊 所以说口袋一定要自己挑开啊 对啦 OK 拉链是在后面 游上软下 它一样这边要煎blitted的款式啊 你看它这边是规律这样子的折 它不是full blitted 它是这样子折 所以整体穿起来显瘦 然后遮小腹就对了 这件啊就是要检查上尾的尺寸 对啦 因为前面是扭扣生动的 上尾一穿到 腰跟臀部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腰间是可以拉伸 所以说检查上尾的尺寸啊 这一件 上尾卡嘛 这个拿大不要拿小啊 不然你的扭扣生开就不会被关 对不好看哈 面料是有那个垂感的那个滑面的西装 它是垂直感的啊 它是厂家的pipop night 所以说这期你找的这样子比较简约 广近数的连生裙 就是唯一的一个啊 对唯一的一个 也是好多区啦 没有这样子的版型的哈 然后呢这个的 长度方面它都长啊 它上身的问题 它整体上是非常的大气 然后就是说这一件 记得你的上尾卡嘛 拿大不要拿小 上尾每个size是跳个4cm 所以上尾卡 拿到不要拿走 你看我穿M我建议说腰围是可以到81W 我穿不会说松很多 是因为它是拉伸之后 你看我拉伸有这么多空间 所以说你上身了 你看腰围尺寸觉得好像很大 可是上身它是不是比较会补贴的 是因为拉伸之后的那个尺寸 所以说这件跟助理的区码 选择M没有问题 我是穿着M 腿部没有问题 所以说检查上围 上围穿到腰跟臀部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否则这一件 然后还穿到160 穿起来是一个七八根的长度 这个是属于一个非常大气的长度 然后整体非常的显瘦 那一时三个身里面你要最显瘦的 肯定是我身上这个黑色 加上袖子方面 四分袖 所以说这一件把盖遮的都遮完的 而且女生你的胯比较宽 这个非常的遮夸 整体非常显瘦 所以说这样啊 cord color size一起打 看了一下啊 这个如果你们现在助理的区码 选择M 我是穿着M 上围这么巧啊 你是94 我是有一流空间给你啊 穿去不会勒 不会爆扭啊 然后记得上围卡 拿大不要拿小 这么巧 就是说你的上围是跟着我们提供的尺寸啊 上伸是有空间给你的啊 不会勒的啊 不会爆扭 上围拉伸是有空间 看我看呢 它的长度有在那一边 因为它前面的折 靠斜面的折 然后它是会挺在那边啊 所以说 这一期打Premium 还是Premium quality的 连生比较职场风 算是比较职场风 对啊 所以说 考虑带走这个款式嘛 我身上这个是小门拼 OK 所有的扭扣啊 是Functional的 OK 所以说要比较续出彩的颜色 这款式会是这个小门拼啊 它的衣领特别啊 它是Double layer的啊 对 款式方面呢 是全新的啊 这个 衣领两层啊 袖子肩膀这边 一样是有公主 袖桌折 前面口袋Functional 左右两只口袋Functional 它写受的部分就是啊 在前面这边腰间这个折啊 它的折是刚刚好 然后非常修复的那个效果 加上如果你穿了 腰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太腰颈嘛 这个肯定是不会 因为它后面这边 是这样子有rubble elastic 可是整体它的rubble elastic 是非常整齐的就对的 OK 助理穿M 我一样是穿得到S的 OK Happy Dibabali Dibabali 华丽怎么讲 除腰结坏的啊 那些什么结 呵呵 到底怎么讲 有 藏裤今天有Linen厂家的哈 Hurlens Pure Linen的哈 有Pure Linen的藏裤 西装裤今晚有嘛 没有 没有啊 只是有个Linen的裤子啊 Pure Linen的裤子 所以说呢 这个款式 OK 有三个设计们选 Size 有到XXL 基本上所有的顾客都买得到 从S开始到XXL 谢谢你Lisa 谢谢你 对啦我们选品比较严 Lisa 客挑 第一次买就是买了整千块啊 Lisa 谢谢你的支持 因为我们选品比较严 当然我们常常讲很多时候 就是说每一期 每一个星期我们大概都有几百个款是厂家 大家会刷出 七百个里面是四个里面 我们就是从那些 可能几百个里面我们只是挑选 就是说一期大概一个二十个款 就是一个星期大概是四十个款 所以说是挑选出来的时候 我们才带给你们的 所以说也希望就是说 也谢谢你们大家的支持啦 所以说 选品方面我们会比较严格 我们是老字号了 13年的老字号 有些人想 你是老千吗 如果我是老千 我的patch就不会这样多人 应该是没有老千的patch有这样多人的吧 老千的patch就被deserable了 对啦不是啦 我们是已经十多年了 对啦 在这个行业十多年了 OK 想要穿的显瘦端砖的话 黑色 有两个是比较适合上班的穿的 就是这个灰 这个灰和我身上的黑 然后想要穿的比较出彩一点的 可能说你新年想要开工作穿的 比较有点新年气氛的 你可以考虑带走这个小门pick 它不是红也不是粉 它就是那种三门鱼的粉 对 显瘦的话 黑色 显瘦的话 黑色真的很显瘦 加上就是说你上班 你要比较直长风的感觉 你带走黑色 然后呢 这个版型也不常有 因为它这个长度会比较少 对 所以说找着比较 premium quality的 连绳衣服 这一期 要比较自长风的选择这个款式 它的面料也比较抗座 多看衣服的这一件很适合 这一期需要找这样子 装色的就是pure 就是没有净色的 这样子装色的 就只有这一款 然后属于flare的 面料非常好啊 对 面料是好的西装面料 所以说 腰间那边它可以拉伸 臀部是属于一个大A 算是一个flare的裁剪了 所以说 记得上围穿到 腰臀部没有很大的问题 对 有到XXL EDB MDB27 价钱是118 没有什么款 然后价钱118 一样是厂家规定 最低的 所以这一期找着 近色的连绳裙 对 只是这一款式而已 来下一个款连绳裙 Lacestream的连绳裙 NDC NDC83 价钱是80 OK 下面款式是两个尺码 有两个尺寸 所以要紫色的 Cutting比较小 Lisa 这样子你下次就来支持我们就好了 对啦 有一些就是 因为我们挑嘛 好闻的 选择选品方面 当然说我们是很老实的 因为款式的费料包 我们会一直 不得了